我们雷森出厂果然不一样 青鱼呢我们是告诉大家 便宜好买也容易料理 雷师傅说青鱼很常做 所以今天呢 他做的是黄金苍蝇 对黄金苍蝇 所以我今天带来这一道是 人参山药的红烧黄金苍蝇 感觉超厉害的 对然后把这个肉给取出来之后呢 那今天搭配的是人参山药 那一样呢我们就是先把 锅子稍微给它微微加热之后 那我现在是先用 因为今天料比较多 所以我用了这个酪梨油稍微多一点点 把酪梨油放进去之后呢 先把姜片放进去 把老姜放进去 好那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蒜头片的部分也放进去 OK刚我们提到了四大青稻夫有黄豆 雷师傅这边有黄豆 然后呢还有海带他有用到 另外你艺人 艺人你用在哪里 艺人我在这边 这红艺人就所谓的那种超米艺人 OK那因为是艺人很难煮 所以我艺人我都会先把它爆过 然后爆过之后有点 为什么爆啊 就是用锅子这样直接爆掉 像爆米花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爆开之后呢是香味也很厉害 然后还有鱼水煎四个都有啦 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洋葱的部分呢 也把它放进去 因为以黄金苍鱼来讲的话 它保护心脏哪一些能力 可能又更强一些 我们第一个它是属于就是脂肪来源 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高的 好那我们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本来就要 降低饱和脂肪酸提升不饱和脂肪酸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氨气酸里面呢 它其实金氨酸含量还蛮高的 所以对于放松血管啊 还有修复的功能都很好 那尤其老人家如果说它的肠胃黏膜 比较就是要修复 或是消化不好的 事实上这个高档的黄金苍鱼 偶尔可以入菜其实也非常好 今天除了黄金苍鱼高档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人参药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它长这个样子 然后跟一般我们看到的山药 颜色也不太一样 而且重点是我闻它的味道 真的有人参味 叫人参味 对 师妹 你有没有鼻塞 我可以 应该闻得出来 我让你闻看 我觉得这人参味很浓 我满惊讶的 真的有 虽然可能微微的鼻塞 还是闻得很像 新的品种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也可以买 所以是不是这个人参山药 它在处理上 还有它的口感跟一般山药是一样吗 它的口感吃起来比较伤 比较绵密 然后吃起来比较不会有纤维感 这个也是去菜市场找的 找到这种 但是它的价格是 真的有稍微比较贵了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吃的健康 吃的好吃比较重要 好 那一样我们就把这个苍鱼的部分 放到锅子里面 去给它做一个拌炒 拌炒之后 让它整个香味出来之后 我们胡椒一定要先放 因为我们常常在健康里 教大家炒菜就是说 煮汤的话你要辣味的话 就放胡椒有辣味 但是要香味一定要炒 所以我们把胡椒的饭 给它做一个拌炒 对 给它放在拌炒 拌炒出香味四溢 那接下来 那个盐巴的部分把它放进去 我也想问一下黄医师 你自己是心脏外科医师 身材保持得很好 你 当然我们知道说 心脏健康 饮食运动都很重要 你自己做哪些事情 保护自己心脏 大部分就是运动加饮食 运动我都是跑步的运动 我的运动之力已经很久了 像大家看到这是我2015年到富士山 去参加富士山的马拉松 那个时候只有摄氏五度 出大太阳 不过真的非常享受 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 这个绝美的富士山 那其他还有那个国道五号 刚通车的时候的那个马拉松 那到德国去旅游的时候 顺便也跑了那个布兰登堡 那个是最有名的玻璃马拉松的终点 这个是非常的 非常的印象深刻 等一下我先打断问一下 你这个火为什么会烧那么多 你刚刚加什么 加一点米酒 让它像有红烧感 真正的红烧感 所以你是故意让它烧起来就对了 不是NG的 是故意的 我以为 哇 其实坏了坏了 所以你是加上去之后 你酒 拿杀起来翻一下 翻一下然后就会 然后那个红烧的火器上来 好 所以大家学到一个 对 再来 我觉得那个 黄医师的马拉松超厉害的 嗯 跑了很多地方 对 其实我在诊间 常常遇到一些 比较焦虑的病人 都会跟我说 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那有一些病人的确是 常常在跑急诊 那结果经过我跟他慢慢的 慢慢的评估 确定他真的心脏没有问题 他只是缺乏运动 然后饮食啊 整个生活作息都要翻转之后 他果然真的就 下一次回诊就精神奕奕地跟我说 黄医师下一次三个月后见了 我就没有再去跑急诊了 真的整个人就 整个精神焕发这样 所以对健康来讲 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 没有健康你的财富 你的地位 你的名声都没有意义 但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健康 不是说你一直去跑医院去找医生说 医生你给我做更高阶更精密的检查 医生你给我开一个什么保健食品 我吃了之后我就可以那个万灵丹 事实上都是要自己能够愿意改变 像我们运动饮食 像我们今天雷师傅带来的这些 还有留营养师的 跟我们讲的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 这些血管的清道夫 原则上就是要吃圆形的食物 初食 那尽量不要吃加工的食品 那原则上就是可以在饮食上 可以帮自己的健康加分 OK真的健康是要靠自己的 所以我们健康2.0不管运动啦 或者是工法以及饮食上 都不断提供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落实 哇现在我已经看起来超美的啦 对对那香味香味四一支 就是把这个海带放进去 海带放进去之后 记得不要再去翻炒了 会烂烂的 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 那个汤汁呢跟鱼的香味吸上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葱段的给它放进去 你就海带牙就是泡水就可以了吗 泡水就可以了 对对那一样啊 我们就是把它做这个红烧苍鱼 就有点像馆子菜一样啦 把它烧好之后就把盘子拿过来 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哇对对对 我们这道料理就完成了 人参山药红烧黄金苍鱼 这道人参山药红烧黄金苍鱼 营养美味的金苍鱼排 搭配黄豆海带艺人等护芯食材 能够帮助预防血栓 减少阻塞 让你的血液循环更通畅喔 真的是要把自己的心脏固好 运动跟饮食都要做 不要想说运动很难 其实有一个扣齿功 我们健康2.0也教过大家 这扣齿功啊 到底有什么帮助 为什么需要做 因为呢 肾竹骨 那这个骨头包含牙齿 那这个扣的重点是在 我们的后面的这个牙齿 所以你在扣的时候 这样子扣 但是这里有一个诀窍 一般都不会教 今天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把大拇指 放在你的手掌握起来 这样子才有 放脑工屑 OK 对 这样子才有真正的 补肾器的功效 那你比如说你现在在看 健康2.0 是 或者是有时候你打电脑 你都可以同时 要声音吗 要这样卡卡卡的声音 你要听到自己有牙齿的声音就好 你不用咬到隔壁也听到 那就太大力 那如果牙周病人 那个牙齿是会碎掉的 就是自己有听到 这个是相当好的 补肾器的方法 那最重要把大拇指 放在我们的手掌心握起来 那我每次做完有口水 慢慢吞下去 然后手放在丹田这里 真的非常有效 好 因为老师说要做36下 大家这些都可以学起来 还有觉得真的很累的时候 刚刚讲了内观跟外观 放在一起 那么也让自己提振精神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